10年以來 要讓我們的高雄的人口 增加到500萬 因為 你夠可憐 民進黨高雄市長候選人陳其邁 認為對手韓國瑜提出高雄社人口 10年後要增加到500萬 根本不可能 陳其邁下站鐵 我們現在不想嫁嫁嫁嫁 嫁來三公舊帶就好了 陳其邁這裡怎麼下站鐵 高雄市目前人口數大約是200至7萬2000多 但是韓國瑜受訪時 卻連數字都說錯 高雄為什麼沒有辦法 從400萬人到500萬人 我不懂耶 這是一個願景 連高雄都重新靠多少就搞不清楚 這是怎麼算高雄的市場 韓國瑜10年內人口沒有增加到500萬 那你的家裡的財產 你的維多利亞貴族學校也全部都捐出來這樣好不好 另外後選人身家比一比 韓國瑜在雲林創辦雙語學校 每學期學費高達10萬元 在雲林地區算是收費高雄的私校 而陳其邁向監察院申報財產的資料中 土地加上建物總共有6筆 存款有價證券大約687萬 貸款有1838萬 等於債務大於存款 兩人現在選戰打得火熱 現在就連財產都要拿來當賭注 韓國瑜願不願意接下暫貼外界等著看 三連新聞邱少年何振動高雄報導